在親友的穿扶下 哭紅雙衣的母親拖著貪婉的身軀 和小兒子從苗栗北上 親友們全都無法接受 孝順警察王志偉讓人葬身中和租屋處 因為前幾天我們才在一起播出 他有講他每個月薪水大概 大概拿兩三萬回去給他媽媽 那平常他一個人身上留一千萬少 四十歲警員王志偉就住在中和這棟老舊公寓五樓 警銷人員在508號房找到他 這裡是從他在中和服務時所乘租的套房 五千元不含水電 僅有的是這三四平價的房間 木造隔間的套房僅有一張床 衣櫃 還有老舊電穴和小冰箱 剛翻家時他還拍下照片記錄 甚至媽媽也曾特地帶了小弟機器人到他的租處 簡單套房警人容納一人為了就是把錢 全留給心愛的家人 但消息傳回苗栗老家 不少親朋好友全紅了眼眶 每個月都會拿錢回來 王志偉是苗栗人 媽媽就經營這間理髮店為生 叔叔難過的說不出話來 因為在大家眼中他相當孝順 此時還在王志偉專醫科班12期畢業 除了在五星所服務外 也曾在福德所和警備隊 憧憬已經22年 原本上午6點還有許多勤務 沒想到同事們已從此無法相見 只能在臉書留言 我的心意好兄弟 一場無情火帶走你的生命 除了不捨還是不捨 同事日子點滴心頭 兄弟阿偉一路好走 親弟弟更在他的臉書說 老天爺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發生在我們身上 一場惡火把我親愛的哥哥帶走了 希望哥哥好好去修行 我們帶你回家 一場人為縱火 釀酒死也就此讓警戒 痛失明暖靜 這次合播到